這裡有特殊的四個區面 我要討論它一下 四個特殊的區面就是圓柱面 還有圓球面 還有一個是圓錐面 尖尖的圓錐面 像外國人過生日的時候 他們戴一個小帽子 尖尖圓錐面 還有一種是 帽子的上圓不是尖的 而是無線的 類似帽子的表面 有一種是尖尖的錐面 還有一個是比較平滑的錐面 有這四種常常會用到的區面 是需要先知道它怎麼樣用 像樣的表示法來表示它 那我們就看一下怎麼表示 第一個 Case 1 Case 1的話 我畫一個圓錐面 這個圓錐面 這個圓錐面 它的高度是2h 然後它的半徑是a 這樣的情況下 我這個錐面 我要描述這一部分 跟側面的這些點 我要描述側面這些點的話 我該怎麼描述它呢 那 那 假設 主要圓錐面 在它的對稱點上 從這裡到 我還是這邊畫一下好了 找一下它的對稱點 大約就好了 好 所以它的那個 做標圓點 圓點 在這裡 好 做標圓點在這裡之後 如何用 所有的向量表示法 來表示它的這個 分量 好 我們表示一下 好 位置向量R 現在裡頭有兩個自變數 U跟V而已 好 那這兩個自變數 我要轉換成 因為位置向量 它那個精神 就是會有XIYJZK相加的狀況 只是你要知道 X在區面的問題身上 它要表達成 跟兩個自變數有關 好 好 對於 BF分量Y來說 也是一樣 跟UV兩個自變數有關 好 對Z分量來說 也是一樣 跟UV這兩個自變數有關 好 其實這個問題 我在前面的單元 已經有討論過了 現在再把前面單元的想法 用一下而已 好 想想看 我在形成這個圓柱面的過程當中 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我可以這樣想 就是我先畫一個XY平面上的圓 在旁邊打草稿 草稿 就是圓的話 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於A平方 對不對 好 再想一下高度 高度是Z的變化 好 對高度Z來說的話 我希望它介於-H到正H的範圍內 因為它全部是2H 所以 往上一個H 往下一個H 所以Z的範圍應該在這個範圍內 好 因為它的存量表示法 牽涉到這兩個關係式 我可以用存量表示法 去轉換我需要的X 需要的Y 需要的Z 好 需要的XYZ 現在看到這個存量表示法之後 令一下 令X是A乘上cosu 然後Y等於A乘上sinu 好 然後Z等於V 這個是最棒的令法 一定有人會問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還有其他的可能 只是現在這個可能 是最容易的 最容易的一個方法 好 我就把這個令法 套用在上面這個問題身上 把它表達成 位置向量R 確實 只要兩個字邊數 就能夠描述它 其中的X寫成A cosu 好 其中的Y寫成A乘上sinu 然後Z的部分寫成V 好 還要再宣布它的那個範圍 好 U的範圍V的範圍要宣布一下 因為Z就是V 所以Z的範圍就是V的範圍 我先寫V的範圍 對V的範圍來說的話 它就是-H到-H的範圍 好 那對U來說呢 這個相當於角度 X是這麼多U Y是這麼多U的話 所以U相當於角度 角度的範圍就是0到2π 繞一圈的關係 好 把這個寫一下 這裡所看到的U 是角度的關係 所以要合適的安排一下你的U 還有V的話是高度 合適的安排一下高度的變化範圍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區面表示法所說的 位置向量表示法 這叫位置向量表示法 好 再看那個圓球面 我在前面的單元有用不一樣的U還有V 我現在用的UV跟前面的單元都太一樣 我先畫一個圓球面出來 這個圓球面它的半徑是A好了 半徑是A 從這個座標 這個是圓心 這是從座標圓點出發的一個 這個向量 因為這個是立體圖 我先畫一個對稱的位置 比較好認識我的圓心 從這個座標圓點出發的這個 到圓球表面的這個長度 稱作半徑A 圓球面的半徑A 這類的問題 圓球表面的其實都一樣的狀況 就是你需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那個存量表示法是怎麼表示的 再把存量表示法轉換成向量表示法 大概都類似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圓球面來說 它可以寫成存量表示法中的 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等於A平方的形式 現在轉換成位置向量 先把它轉換成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只要兩個字面數就夠了 那這兩個字面數到底要怎麼樣調整 那次剛剛這個調整方式不一定可行 可能要有新的調整方式才合適 我用新的 我們試看看這樣的調整可不可以 也許這邊還再過來一點比較合適 我這個坐標系統這邊是X 這邊是Y 這邊是Z 然後我在圓球的表面上抓一個點 這個點相對於坐標圓點這個角度 坐標圓點這邊 大約在這裡 這邊抓一個點 抓一個點之後 我讓它投影到XY平面上來 然後我去連接它跟坐標圓點的關係 然後圓球表面的這個點跟坐標圓點連接一下 好 接著我來定一下角度 我前面的單元定的那個角度 跟這次要定的角度不太一樣 這次我打算把從X軸開始過來的這個角度稱作U 這跟前面那個單元所談到的U是一樣的 但是V不一樣的 我打算把V當作這個角度 從水平方向開始出發的水平仰角就是了 我把水平仰角當作V了 好 現在看到這樣的一個圖的時候 我有辦法去找X軸是多少 角度U多少角度V嗎 可以 算一下 好 等一下我的推導啊 好 會知道這叫X軸 會知道X軸是多少U多少V 等一下會知道X軸是多少V 好 然後等一下我也會推導這一部分的長度 這個畫過來之後 其實這一個 其實這個長度 另外一邊的長度剛剛就對應到這裡 好 這個Y方向的分量啊 等一下我也會找到Y是多少U多少V 好 再來是高速的部分 在這 這個 這個叫高度Z Z 待會我也會把它表達成多少U多少V 好 那到底多少U多少V 只要這個三角數的基本關係會 應該就會了喔 這半徑是A嘛 好 因為它投影到XY平面上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直角的狀況 好 它是直角的狀況的話 這就斜邊了 好 這個斜邊的 我想一下 因為 我這個地方的這個畫法 是跟Y有關 其實這樣畫是不好的 應該要從這邊畫 我剛剛在看這個角度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不對喔 不要從Y軸開始上來 是要從 XY平面開始上來 XY平面上來 這個角度叫做V 這樣才對 這樣才可以 順利的找到無料的關係 是 剛剛這裡的畫法有點問題 把它調整回來 好 那 我調整回來之後啊 這是斜邊長 這個角度V 所以 Z的話可以當作是A乘上SineV 對 Sine Cosine 還有一個角度 還有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啊 可以當作是A乘上CosineV 好 再把這個角度 這個長度啊 分配給X跟Y 因為它從這裡投影過來 這邊會變成一個直角的狀況 好 那 我看一下 它投影過來是一個直角的狀況 好 它是一個斜邊 因為那個角度歪歪的啊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 投影過來變成一個直角的關係之後 好 我的斜邊的長度是A乘上CosineV 所以我Y的這個分量 對它的角度 U在哪裡 要討論一下 U在這兒 好 所以這個斜邊乘上Sine 就會是這個Y方向的長度 A乘上CosineV 再乘上SineU 這是跟Y有關的 跟X有關的就是A乘上CosineV 再乘上CosineU 對啦 應該這樣子 好 我把這樣的結論寫在上面一下 對Y來說 Y的分量應該是寫成A乘上CosineV 先寫U好了 A乘上SineU 再乘上CosineV 好 對X來說是這個 好 A乘上CosineU CosineV 好 XYZ都有了 根據我所找到的XYZ的寫法 去完成我的討論 好 我再確認一下 因為 因為這裡有很多種表達方式 看一下我的表達方式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是斜邊 手指 這個拖一下 這個有垂直 斜邊 好 我認為這樣是OK的 因為 這個課本上啊 有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 這樣的表達方式 在這個角度 情況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既然沒有問題 我確認沒有問題 我就把這個X的分量寫在第一個部分 這邊來 A乘上CosineU 再乘上CosineV 第一個分量 第二個分量是這個 A乘上CosineU 再乘上CosineV 好 第三個分量是高度的分量 就是A乘上CosineV 好 還有UV的範圍會落在哪裡的問題 好 我想一下 我讓我的這個點 如果是先看B的變化 好 我讓我這個點 從 我先讓這個點 從這裡 一直跑 跑到這裡 好了 好 好 從上面跑到下面 所以不一定是從0度到90度 還不夠 0度到90度還不夠 還要再過來 到這邊 如果從這邊開始過來的話 應該要形成一個圓 一個1 2分之1圓 形成一個1 2分之1圓才夠 我先讓B1的變化是從0度到開度 好 好 形成一個1 2分之1圓的無線之後 再讓它轉一下 轉個360度 好 這也是一個立體圖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困擾 我讓那個點 從這個 因為它是水平仰角的算法 讓它從0度到 180度 或是因為這個思考模式 真的有點麻煩 或是 我這樣子好了 不要是0度到開度 雖然0度到開度也可以 因為 主要是U不好思考 我讓U比較好思考的方式是 我讓這個B1 往上90度 往下90度 好 往上90度 往下90度 就會形成一個1 2分之1圓 這邊就沒有了 好 那這個1 2分之1圓 再讓它轉個360度 就U的變化是360度的變化 這樣比較方便 好 我用這個方式 對V來說 它是從2分之拍 變化到負的2分之拍 因為 到底下的話 方向編導 所以要寫負2分之拍 U的範圍就是360度的範圍 0度到2拍度 好 這個是 這個圓球面的那個向量表示法 很重要喔 這圓球面的向量表示法 我找到了 好 我把它打一個框框 好 然後 這裡啊 還有那個圓錐面的問題 好 這個錐面 我現在 畫一下 C圖 S3 好 S3啊 我畫一個圓錐面 好 這個圓錐面是長成這個樣子 像我們古包的樣子 好 這個圓錐面呢 它的 表示方式 很重要 有時候 有時候 就會面對這類的問題 好 我把座標系統拼一下 這X 這是Y 好 這是Z 好 這 我看最 最好把Y畫 朝右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覺得它好像飛 懸空 這樣要飛起來 這樣子 好 畫右邊這樣比較OK 感覺比較不會懸空 好 好 那 當我在思考說這個圓錐面怎麼表示它的時候啊 我會先看一下 純量表示法是怎麼說的 就像剛剛 探討圓球面也會想先知道那個純量表示法是什麼 探討這個柱面也是一樣 先想個那個純量表示法是什麼 這些的問題都先從那個純量表示法開始想 好 好 純量表示法 它的寫法是 Z 等於 1 減掉X平方 加Y平方 對 這半徑是1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邊的半徑是1 好 然後 他說 我覺得 Z是正的部分才考慮 且 Z 大於 等於 0 Z是正的部分才考慮而已 好 因為Z一定要是正的 所以它是上半徑 立表面以上 上半徑的 平面的上半面 上半平面上的一個圓錐面 好 存量表示法知道了 再來思考一下 項量表示法是什麼 好 只要你是 談到項量表示法 你就是寫成 R是UV的函數 好 然後再想想看說 這個 X要怎麼表示 因為 就是XI YJ ZK 相加 好 想想看 X是多少UV Y是多少UV Z又是多少UV 好 跟存量表示法 有密切相關 好 從這裡的表達方式 我去令 我的X 是 這我令的 因為我的X是cosU 好 Y是sinU 好 然後Z是不一 這樣的令法 跟剛剛有沒有 這個衝突 沒有衝突 X是cosU Y是sinU 所以cos平方加3平方是1 1-1 有一個錯誤 我剛剛這樣思考 是有錯的 我如果把X當作cosU Y當作sinU的話 這裡的Z會變成就是0 所以就是Z等0 就是XY平面上這個運方 所以我需要換一個角度 因為我現在這樣的描述方式 只有描述一個圓的曲線而已 並沒有變成一個圓坠面 所以我這樣的令法不對 這是一個不對的令法 好 如果 要這樣令的話 好 那我知道了 就是 把X當作U 把Y當作V 好 Z可以用這個XY的方式來表示 所以Z就會是1-U平方 加上V的平方 這樣就OK了 好 對吧 因為X是U Y是V 那Z的話就是1-U平方-V平方 這樣寫沒有錯的話 我們就把它移到這邊來寫 剛剛的討論 大概沒錯 這是Ui X當作U Y當作V 所以這是Vj 好 Z是這邊所看到的 1-2-U平方加V平方 第三個分量 好 順便要決定一下UV的範圍 就像剛剛這邊一樣 UV都是有範圍的 好 U的範圍想想看 其實X在這邊跑的時候 X是落在正-1的範圍內 對啦 這些點 這些區面上的點 對X來說 最大是1 最小是-1 Y也是啊 最大1最小負1 好 這樣的組合下 這個Z 只要UV就好了 Z就配合XY Z就配合UV就好了 所以我的UV的範圍 好 UV的範圍 這裡有一個協助的條件 Z要大於等0 我把這個Z要大於等0的條件 放在這個關係上 所以我把它寫成說是 1-U平方加上V平方 這個叫做Z 這整串叫做Z 而Z要大於等於0 好 意思是說 這就是我的條件的限制 我的條件的限制是比較這個寫法 1-U平方 在減掉V平方的時候 它必須要大於0 或等於0 也可以 就是 這個條件限制下 的那個寫法 因為每一個做 這個位置向量的這個 表示法都要 確認一下U的範圍 V的範圍是什麼 好 我剛剛這邊的這個 U的範圍 V的範圍 可以利用Z是大於等於0的概念 來解釋它 這定一下U的範圍 跟V的範圍的意思 好 好 再來 這裡還有一個圓錐面 好 這邊 好的 好 這個圖啊 我先畫一下 我有一個這樣的倒立形狀的錐面 好 我要描述這個表面 是什麼樣的一個向量表示法 就這個表面就好了 好 我的作標原點在這裡 這是X軸 這是Y軸 垂直方向Z軸 好 因為它其實裡面是空心的啦 所以這邊還看得到 這邊就看不到了 好 那這個問題啊 它那個存量表示法 是什麼樣的寫法 是寫成 Z平方等於4倍的X平方加上Y平方 好 然後我要根據它的存量表示法 去表達它的向量表示法 就讓位置向量要怎麼表示它 好 好 現在啊 我把這個位置向量R 先寫成它跟兩個字面數有關 這兩個字面數就是U還有V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 只要你是位置向量的話 就會有XI 加上YJ 加上ZK的寫法 一定要寫成這一類的寫法 好 然後我要想想看 我X怎麼樣組合 跟這個存量表示法有點關係 我要怎麼樣去組合它 其實立法很多種 我們是希望在那個 最容易的情況下去 要去假設我的XY的關係 好 大部分的書上都會介紹說 X當作U乘上cosV UV 然後Y當作是U乘上sinV 大部分的書都會這樣建議 那Z平方呢 我化檢一下 我先化檢Z平方 再找Z是多少 Z平方就會是4倍的U平方 sin平方加cos平方是1 意思是說 這個Z就是2U Z的關係 Z就是2U 好 因為我是把X當作U cosV X要帶進來 Y當作U乘上sinV Y也要帶進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4 4要醒一下 那這兩個3平方 那這兩個3平方 相加3平方加3平方是1 所以我這樣寫得對 好 我已經把X怎麼表達 多少U多少V Y也是一樣 Z也是一樣找到的 好 好 所以 所以 這裡的位置向量表示法 就可以寫成 X是U乘上cosV 好 加上U乘上sinV 第二個分量 最後一個分量是2U Z就是2U Z就是2U 好 那 這個cos裡面的U V Tos裡面的V 應該是一種角度的關係 所以它變化範圍是0到2π 那U呢 好 因為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所表達的範圍 需要了解一下 如果這個K字往上延伸的話 我想一下 如果 原來的題目 原來題目沒有限定 這個Z要 要到哪邊停下來 它就可以一直往上漲 這個圓椎面就可以一直往上漲 如果它要一直往上漲的話 那就是不要去限制U的範圍 對不對 不過U 一定要從0開始 所以我看起來 這個U的範圍應該是從0開始 它可以一直變化到無限大 如果不去限制這個圓椎面的那個高度的話 好 我想應該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這是第四個案例 我們剛剛的第四個案例 X4 好 這些的案例在很多場合都會碰到 所以要熟悉一下它的那個向量表示法是什麼 這是這筆的說品 這是這筆的說品 好 這是這筆的說品 這是一筆的說品 這是這筆的說品